大家好,这节课我们学习ES2019另外一个新的特性 是关于字母串的扩展 在字母串扩展里面引入了两个新的方法 叫做Trim Start和Trim End 这两个方法都是字母串下面的实力方法 Trim这单词本意叫做修剪或者叫切除 在这里面其实用于去掉字母串里面的空格的 然后Trim Start指的是去掉字母串前面的空格 Trim End指的是去掉字母串后面的空格 我们通过取例子来演示一下应该如何去使用 这是第六章的第二个文件,对吧 所以说我们新建一个6-2.js 然后把它引进来 OK,大家看,比方说我们定一个字母串 Trims一个HT2 然后它比如说等于Moke OK,就像这样一个字母串 在我这个字母串的前面 我敲一些空格 我就在后面再敲一些空格 我现在想去掉字母串前面的空格 那原来的方式应该怎么写 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用正责比较式这种方式 把空格去掉 那怎么去掉前面的空格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 比如说我们通过Strim.replace这个方法去替换,对吧 第一个参数,我们是不是可以规定一个替换的规则 也就是我当前去匹配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这里面呢,我们是不是想匹配开头的空格,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写 这是表示开头的 然后呢,-s表示空格,对吧 可能是一个或多个 g表示的是选举匹配 我希望把这里面所有的空格 都通过这样一个空中圈 把它替换掉 这不就去掉空格了吗,对吧 我们输出来结果 看看能否达到我们的要求 保存 大家看,这时候其实前面空格就没有了 我先输出一个原始子木串 我们对比一下 大家看,原始子木串的前面是不是会有一些空格,对吧 比如说我这边选中的时候 你看前面是不是有些空格 但是经过我们的正则处理之后 它前面的空格就没有 现在后面的空格,大家看是不是还存在,对吧 这个呢,可以去掉前面空格 那如何去掉后面的空格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写个正则导致 比如说还是-base 这时候去掉后面的空格 我们是不是可以-s 然后呢,后面的空格可能还是一扣多个,对不对 所以说,加号 然后呢,这边是以空格结尾的 还是-G,因为我还是全局匹配,对吧 然后以空字木串去替换 这时候,我再输出一下 这个结果 大家看代码第五号 你们发现,这时候其实后面就没有空格 因为我选中的时候,你发现 这个灰色的背景后面是选不中的,对吧 但是原始子木串呢,大家看 后面是不是就能被选中,对吧 所以说,通过这个动作表释 我们是不是去掉后面的空格 OK,就加一个-D 这是之前原始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用今天ES10这个新特性呢 大家看,其实更加简单 我们就直接输出结果 直接输出STR.Trim Start Trim Start这个意思就表示去掉前面的空格 大家看代码第七号 是不是前面的空格直接就被去掉,对吧 那如果我还想去掉后面的空格呢 是这样啊 -Trim and保存 大家看,代码第八号 其实后面的空格 你看接受选中的时候 灰色的背景就没有了 说明这个已经去掉了后面的空格 对吧 那其实跟Trim Start和TrimAnd对应的 还有一对方法 也能够实现相同的效果 大家看 我们输出STR.TrimMept Mept这单词的意思是不是左边的 所以说这个代码第八号也能够去掉左边的空格 OK 所以其实这两个方法都能够去掉四路串前面的空格 那对于这个呢 我们看跟TrimF的对应的还有个叫做TrimRatch 这时候我们看代码第十二行 是不是也能够去掉后面的空格 对吧 所以这句话能够去掉后面的空格 那有的时候我希望前后空格都去掉怎么办 直接就STR.TrimM 我们看代码第十二行输出的 其实这个时候前后空格就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方法很好用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项目里面可能会用到表单这种形式 我们希望用户填入一些他自己的信息 但是大家想一想 在填入表单的时候 用户可能在比方说用户名吧 用户名前面 用户可能不经意间敲了一些空格 或者在后面又敲了一些空格 那就这个前后空格对我们来说有意义吗 其实并没有意义 对吧 或者说我想输入一个手机号也好 或者邮箱也好 其实前后的空格都没有意义 所以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去掉前后的空格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今天讲的这些方式 之前可能只能使用这种正方达设的方式 自己去写 现在我们通过这些新的函数 可以很方便的去掉字路串的前面空格 或者后面空格 或者前后都去掉 不可以 这个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ES10 关于字路串的扩展 它提供了两个方法 这方法能够去掉字路串 前面的空格 或者是后面的空格 以后在项目当中 如果有去掉空格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就不再需要自己去写正方达设的 直接这样的函数 就可以把空格去掉 是不是很方便啊